待會有救護出來了 月經港燈結園區突然湖面上出現熊熊火光 但這可不是水火表演而是失火了 沒多久消防人員出動 已經滅了啦 遠程撒碎迅速將火勢撲滅 但起火的不是雜物 而是即將在月經港燈結展出的燈飾作品 一場火還沒展出就先燒焙 而製作團隊林業趕往拿著手電筒查看受損情況 我聽他們說一場火都在地上 它應該是電線走火吧 之前也曾經有過就是那個小型的 比較小的 對 比較小的 他們一下一下就可以恢復了這個 起火的作品木架焦黑斷裂 為了修繕方便已經拉到岸邊 而起火前是長這樣 用幾何圖形堆疊起來打上燈光 要營造出數位科技感的月像 是台南成功大學建築系學生的作品 明月幾十有 一月八號完成裝置 結果不到兩天 十號的晚上八點就被民眾發現 作品起火燃燒 今晚工作人員馬上斷電 但作品還是毀了 那經過初步的判斷 這件作品應該是因為水氣的關係 或其他不明的因素 導致作品負載過熱 然後發生這樣不幸的事件 疑似是水氣導致內部燈具或電線不明原因 過載起火 還好火勢很快撲滅沒有燃燒到周圍作品 而今年月經港節將在1月14號登場 一直到2月12號 以城裡的月光為主題 各種月亮相關的裝置藝術陸續設置完畢 進入最後的測試階段 文化局將加強展區線路的安全巡檢 避免類似狀況再發生 即便新聞顧守昌台南報導